首先特别光荣 同时也夹杂着一些压力和紧张的情绪 因为我觉得能够扮演秦纪伟将军 是很大的一个荣誉 也是片方导演对我的一个信任 所以我不能辜负他们 不能辜负观众 更不能辜负英雄 接到这个戏以后 就一直在着手去准备 跟秦纪伟将军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 包括去买了几本书 秦纪伟将军的回忆录 有他的战场日志等等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 去走入这个人物内心的世界 其实塑造一个角色 最大的困难就是进入的过程 也是创造的过程 在刘伟强导演的带领下 我们都是拧成一股绳 我们所有演员都在一起去研究角色 研究剧本 研究每场戏的调度台词 其实我对杠伯元朝战争这个历史最大的感悟就是 中国人的骨气 中国人的血性 和中国军人的勇于牺牲 勇于奉献的精神 军人的忠诚 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 也绝不后退 所有大口径火爆的炮头 调到上甘岭方向 所以 包括我在拍摄李延年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感受 不同的是他更加要去担当 他有更强烈的使命感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认真 我觉得我跟每一个演员 我们磨合的沟通的配合的都很好 有些朋友是开机之前我们就是好朋友 有一些是通过这个戏的合作 慢慢建立了情感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演员在这个戏里 就好比像战友那样 都充满了彼此的信任和充满了激情 我觉得刘伟强导演是非常充满激情的一个导演 他是会无演员的情绪 就好比军长在带着十五军往前冲着一样 攻克一个一个难关 把每一场戏都拍好 他经常 他自己亲自掌机拍摄 我印象当中 我可以说有80%以上 我的镜头 都是刘伟强导演掌机拍摄 我觉得秦静北将军 跟段雁峰的关系 包括跟连长啊 跟指导员鸿满仓啊 包括跟双喜啊 这些角色 我觉得他们共同的点就是一种彼此的信任 对于上跟领 精神的一种在线 军长 爱兵如子啊 他对每一个战士充满了情感 充满了感激 也充满了信任 所以我觉得秦静北军长 他在指挥上面领战的时候 他是既要表现出 他对于战斗 必将胜利的这样的决心 同时我调整去刻画他对于战士们的牺牲的情感 对于战士们在坑道里坚守这种困难的一种心疼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带来上跟领的精神 让年轻的观众知道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抗云潮 这样一次为大的胜利 艰苦的胜利 上跟领的精神 一直至今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神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武器与学性 可以告诉今天的更年轻的观众 让他们永远拼搏 不怕困难 这一场打的不是个人荣誉 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息 上密布视频 看《尚甘岭》 为什么要看《尚甘岭》 因为这部剧叫《尚甘岭》 它反映了我们中国志愿军的精神 我们要传承下去